如今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都没有举办过奥运会,因为在以前奥运会对举办国还有很严格的要求。 如果达不到奥运会标准的话,想要举办一场奥运会是不可能的事情。 在当时就算是积极申办,也不一定有机会,竞争力是很大的,就连中国这样的大国,在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也是费了很大力气。 奥运会当年是在众多竞争者中选择举办国,而现在基本上没什么选择了,因为深奥的国家在逐年前少,但是现在奥运会却很尴尬,和当年天空时期已经没法比了。 因为自从北京08年奥运会之后,奥运会的影响力就开始在变小了,奥运会能带来的经济利益也变小了。 在这种局面下,2032年的奥运会,已经到了无人接盘的境地了,着实让奥运会着急,奥运会之所以遇冷也是有原因的,因为现在举办一场奥运会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压力还是很大的,因为投入非常大,周期长。 但是收益却很差,而且弄不好还会亏钱,对于一个国家来说,分这么大的力气,却可能举办一场亏等的买卖,那么却还愿意举办呢? 而在奥运会没有国家愿意接手的时候,国际奥运会却频频示好中国,首先就是对中国举办2008年奥运会夸战了一波,然后就是暗示中国主动在办奥运会。 不仅如此,国际奥运会还给出的自认为不错的建议,表示中国有三座城市比较,深合办奥运会,也有能力办奥运。 这三座城市分别为上海、广州、武汉、网友们看法却想法,纷纷表示,想得真美,目前这三座城市也没有任何的表态,只能说是国际奥运会的一厢情愿吧。 其实现在在国内有很多人,都是不支持举办奥运会的,中国这几年的经济虽然发展得很不错,但是这些钱是要投入,到更加有意义的建设中的。 中国是人口大国,需要很多的钱投入民生工程,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,而投入巨额资金举办奥运会却不能做到这一点,那还有什么含义呢? 对此,你怎么看呢?